今天教大家如何在第三关系的全游戏最强输出技能 禁自觉的获取方法 同时还能解锁一个超级超级酷炫的隐藏boss 翠莉武师 好的那这里我们话不多说直接开始 首先我们需要传送到枯海北岸 就是这个老位置 我们依旧是需要去海岸右手边这个寺庙 就是上一期教大家如何获得金色酒品的位置 没错就在获取金色酒品的湖泊的右手边 第一次来到这里会发现有一个人被三个妖怪围攻 这三个怪是精英怪还是有点难打的 最好逐个击破 然后把它干掉之后就可以救下这个僧人了 干掉所有妖怪之后 这里就正式出发斗力僧支线任务 这货在这半猪吃老虎表示自己很弱是吧 出来跪地怎么如此多的妖魔鬼怪 如果下一次遇到妖怪还希望我们再次救他 那这里第一个支线就完成了 斗力僧的第二条支线是传送到罪业塔林 没错极乐谷这个方向 然后从这里可以看到这边有一堆的塔林 朝塔林方向走呢 这边就会看到有一个带斗力的僧人在哭泣 这里呢就出发第二段剧情了 在这边呢会发现他在石头上坐着 然后冷得要死 就让我们需要我们给他点火 那这个火盖怎么弄呢 就是之前学到的那个画地为老师吧 画一个圈 那个圈是着火样式 我们这边需要把法术技能换一下 就是把定身术换成这个圆环火 火圆环 之后呢他就会跳进火里 这样就完成了第二段剧情 这里呢关注剧情的小伙伴可以听一下他说了些什么 他这里呢提到了佛祖数百年前种下的瓜田 有一个故事呢就是抱着西瓜从悬崖上跳下去 那这里呢就引出了斗力僧的第三个支线 这个斗力和尚的第三条支线呢 依旧是在极乐谷 我们需要传送到小西线 极乐谷的这个无忧剑 好传送到这个庙之后呢 直接往前走过桥 因为这一段路比较长 而且有一些区域又是没有空气墙需要跳下去 所以比较诡异 大家又跟着我跑好了 过桥之后呢直接朝右下角转 就下坡 这里有灯 有火地方代表有路 沿着火走 好继续往下走 路上的敌人的话能躲就躲 不行的话用隐身 然后再往前走 前面这里又有火 然后这里原本这里是有一个宝箱的 很多同学拿了宝箱就走了 实际上呢 这边是有一条隐藏道路可以走的 就是制作组满满的恶意啊 你看到没有 这边曾经我拿了个宝箱就走了 但是前面这里有三岸怪是吧 打完之后呢 看起来前面是一个悬崖 对没错 所以呢很多人可能在这里就走了 但实际上呢 从这个悬崖是可以跳下去的 看到没有 下面是有火的 这边呢就是一条隐藏的道路 原本的一般悬崖边都是有空气墙 但这里没有 这里跳下来之后呢 需要沿着个大树根继续朝前走 一路走过去 下面这里还有灯火 然后就下到了悬崖的最底层 最底层这里呢 是有一个土地庙的 在这儿呢 就可以解锁土地庙瓜田 也是一个隐藏的传送点 然后呢 进入土地庙的最左边 这一片大大的空旷的地方呢 就会出发一段剧情 可以看到斗笠僧扮猪之老虎啊 之前说自己弱得要死 实际上呢 是一个究极大boss 这个boss难度其实还挺大的 最主要是他会化身为这个火源环 甚至后期会化成两个各种撞你 自己本身是无敌的 就是那种跳来跳去 然后你老打不到他 他还有各种打你还挺疼那种怪物 这边需要持续消耗 反正我这里定自觉加变身加消耗 反正最终是把他耗死了 打败他之后呢 人家像奇异博士一样画个圈 然后潇洒离去 不带走一片清风 玩到这我感觉他才主角太帅了 有没有 为什么不给我们教一个技能呢 之后呢 就是之前遇到那个小和尚呢 再次出现 这里也就是印证了之前 佛祖吃瓜的一个剧情 挺有意思的 这里我就不剧透了 大家自己可以坐支线去玩一下 吃完瓜之后呢 这个小和尚终于想到我们了 然后随手一挥 就叫我们一招新的技能 没错 禁自觉 这个技能呢非常牛逼 特别适合那种 喜欢打到不喜欢放技能同学 使用之后呢 我们不能使用法宝 不能使用身法 不能变身 不能使用各种技能 但是可以极大的增强我们的攻击力 就是平A流 使用之后呢 我们本身属性增强的非常多 而且这个增加的数值呢 和我们的蓝链有关 也就是说释放之后呢 我们就空蓝了 然后我们本身的攻击力 会加很多很多 最主要是这个技能是常驻的 使用之后呢 除非死不然去不掉 也就是说我们成一个白板 但是处境不非常高的职业了 在打某些特定Boss的时候 非常强烈 这里大家一定要去学啊 好的那今天由小峰带给大家的 黑石号悟空第三章 隐藏攻略 禁自觉的获取方法呢 就在这结束了 喜欢本身的频道 忘记的点赞 以及关注一下我的频道啊 那就是下期 再会咯 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